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歷史穿越劇 一個講政治軍事比電話還bug的那個男人 來和各位說說你以為很遠 我卻其實很近的是 解放軍在台海周邊做過各種宴席 就軍事肌肉圍堵封鎖 只要身上不開心了就拿上方表現拿出來危險 台灣人大部分早以蜥蜴為常 也有87%的人認為反正終究只是暗表超科的紙老虎 確實總覺得你刀磨的再怎麼鋒利 但不去使用也不免會讓人懷疑你的戰力 男人最怕的就最後只剩一張嘴 我這台蛙代表來評論可能不准 但連習近平他老爸這位前任的軍事指揮官 都不只一次開槍 自己家的軍隊有五個無能 不能判斷情勢 不能理解上級意圖 不能指揮作戰 不能部署部隊 不能處理突發事件 幹很嗆了 全中國大概只有他這level的備份 可以這樣說謊 粉紅一定會說 幹你們那個漢光什麼的 不也都是在演戲嗎 幹我覺得這不能類比啊 幹因為我們車子拋錨都是真的 如果來常關注本頻道的觀眾朋友就知道了 我今天的視角也不是因為站在敵隊啊 所以要一贏大內宣 俗話說嘛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你真的也必須好好觀摩你的對手 網路上問掛 解放軍到底有何實戰任務啊 比較鬧的會先聯想到和印度打石頭戰 在背後偷偷打很有經驗 網軍出徵最會 歷史派會說和北越打過陸戰和南越打過海戰 823砲戰嘛 烏蘇里江上和蘇聯都交手過 超恐怖 外面在下大雷魚 不是腦洞大開的 不然就是聯想到 數目會說越南語800年前的事嘛 感覺沒什麼參考價值 我覺得蠻多人的 甚至包含友軍自己都忽略掉了 解放軍在2016年 南蘇丹的一場違和任務 Cown Run 比較有點意思 真實戰場可不是打內宝 擊中有GK Marker 而且還有小地圖可以隨時開掛 所以擁有比對手更多的親資 那就是保命關鍵 我們連上網肯定也一樣 不希望隨便就莫名破防 那就不能不提 今日乾爹 Surfshark VPN 要給大家比抗蛋版更好用的防護 一點近網站 您的裝置就必須面對 資料外洩 黑客攻擊 窺探者等各種風險 我常關注的白駭客 萊恩大大 長得像是攀上最白白晶晶的那位 但專搞一些最狠的事 像是他手上這個像鑰匙圈的咚咚 看起來有夠無害 但他專門吃WiFi訊號維生 親自示範 裝置找到他自家的網路後 插回電腦上 藉由某種破解coding 他就拿到你的家的WiFi密碼了 唯一解放就是 換一個更長的密碼 OK 你或許會好奇 一個網站會多快奪取你的個資 藍恩大大也大方 隨便你解釋一番 因為我們現代懶人 都選擇自動key in各種帳密 但網站真的分包出去的資訊 其實包含你家電話號碼 IP位置和你家地址 再一個大家都持有智慧型手機 讓我們被個帳的年代 他的解放就是 我請手動自己打所有網站的帳密 好感恩啊 如果還是想發懶 現在教你可向Surfshark VPN看起 鯊魚爸爸會加密您的資料 隱藏和同事防止追蹤 全世界一百多國 作用三千兩百多做伺服器 申辦一個帳號 還能在多個裝置上使用 我知道我賺錢就傷感情 如果你還沒快轉JPOP 這邊有折扣幫你知 鯊魚爸爸要給你買越多賺越多的 專屬優惠 立即點擊影片下方和自訂留言連結 輸入我的代碼 MAX GAME NINE 今天獲得免費4個月 真的感謝Surfshark在黃標希老師 依舊不離不棄 這場戰役是因為解放軍之別 所以難得有獲得國際媒體關注 BBC報導 南蘇丹衝突 中國違和人員遇襲釀一死六傷 中方國防部也有在官方微博上發聲明說 當地時間7月10號18點39分 中國赴南蘇丹違和步兵營 一輛裝甲車被砲彈擊中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重傷以及三人輕傷 CCTV國際版甚至還有公開實際交戰畫面 讓個解放軍獨有的950步槍和戰鬥各裝 外加人沒字幕快也聽不懂的口音正在解釋遇襲經過 你真的會以為是想片心四口才發生的事 平常看習慣美國大兵的 我以為是想片心四口才發生的事 但從他們驚恐的臉龐可以感受到 這不是演習喔 這一切都是來真的了 為何會有一堆亞洲面孔 跑大老遠來到非洲萬彩地雷 這邊可以跟諸位來歷史小小科普一下 中國在1971年即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員 初始幾乎不願意 可能也沒什麼能力 派兵或撥預算去他們的違和任務 從1990年代開始才開放相關職缺 只是都是工兵分隊或醫療分隊等後勤人員 又或是以軍事觀察員的身份參加 直到2013年才首度派遣作戰部隊參與違和行動 符合習大大在2015年說過的增加實戰項目 畢竟你表定說要在2049年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戰鬥力量 那你當然需要實際練兵的機會 所以難得從我們這邊教你羅馬拼音 到火力即是正義 2020年至2021年諸國在違和部隊的預算佔比 中國cover了15.21% 只差美國排名第二 已經參與過聯合國30多項違和任務 來向外派駐兵力超過3萬人 為何希望南蘇丹等非洲國家和平穩定 不外乎也是為了自己的區域利益 中國石油國企的首個國外站點 即使這差點把美國隊打爆的國家 他們在1999年即接手蘇丹石油開發項目 在當地僱用數千名正職員工 並幫助蘇丹建立起包括石油炭刊 生產鏈製運輸到銷售的產業鏈 現在養得很肥了嘛 可以宰殺 約佔了中國自己5%的石油進口量 只似世界上沒有童話故事 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沒有辦法跟你 油田歸油田嘛 政治歸政治 你想賺進大把鈔票的同時 那我們國內的長期內戰 就是風險評估之一 第二次南北蘇丹交火 一打就是22年了 至2005年才落幕 也算是垂存出了2011年 南蘇丹自己獨立出來建國嘛 內部卻有7個武裝軍閥 在自家的10個州裡面 玩非洲版的權力遊戲 如果是什麼 新的基地戰壕遊戲地圖 感覺就很High 國際送進去的物資 時常被不同組織互幹 管你是哪國的記者或人道救援組織 很快就會變成黑四籌把的一部分了 所以南蘇丹被各國化界成了不同的違和區塊 這一柄交給中國違和部隊 然後可能幾十公里外 又有另一處美軍基地 解放軍以自願或抽籤的方式 被派駐到這彈丸之地 如果是外圍哨戰才一年輪掉制 聯合國的黨敵大本營則是酸眼換一次 2015年中國國務院先是批准了700人強的威和部隊 他們是來自第26集團軍的步兵營 其中121名為軍官階層 帶領底下的529名士兵 首批180人以空運的方式先抵達當先前部隊 報導說還有後續是以海空運的方式投送 幹那些氣慘從中國沿岸到非洲 幹不是要飄多久啊 2016年南蘇丹總統和副總統各自撕毀和平條約 雙方皆故意在首都珠八附近 開始讓自家的武裝部隊進駐 主要是由解放軍所主持的2500人威和部隊 等於是在城中間勉強在各處拉起一條薄弱的和平線線 單蘇丹勢力擁有後方火炮支援 蘇聯自坦克和地形優勢 以上這些解放軍威和單位雙手一攤都沒有 除了已經講了多少次拜託請換掉的蘭盔 你還要跳上了這台血眼到爆的白色六輪假車 而坐周邊巡邏 就幹為何不乾脆畫一個紅色標把血射我算了 這些老舊工發品設計目的主要是防地雷 而並非重型機槍或辣的RPG 等於是就知道後果了 聯合國安全區是由沙子堆砌而成的Hesco沙網所包圍 中間在插上的還不是鋼筋混凝土而是木製的瞭望塔 大門是由簡單的鐵絲網和鐵門所造成 沒有美軍在阿富汗的那種加強用沙包或水泥氣層的防破砲區 你雖然是來違和不是來吵架 但真的大概也沒有比這個更差的開局實力差距了 2016年7月南蘇丹正副總統雙方打架開打 叛軍勢力從進市中心無視一切規則往醫院和平民掃射 市民們趕緊躲進剛上述的聯合國安全區內 但因為情勢來的過快又兇 在戰火一團亂中甚至還出現平民安置營互射的悲劇 數百發AK子彈和RPG往你這些號稱和平的地方打 導致解放軍必須棄手邊緣據點往更市中心移動 上述的裝甲運兵車根本不夠用 其中一輛還不偏不影遭RPG機咒 故事就來到我們一開始說的時間點 只是後續傷亡名單更新成兩人死亡 證實分別是李磊下士和四級軍事長楊樹棚RIP 最終的那些軍閥幹走了聯合國價值三千萬美金的物資補給 大約可以餵飽二十萬人一個月份的伙食量 華盛頓人權組織衝突中的平民中心CIVIC 在五個月後發表了長達八十四頁落落等的報告書 指控聯合國派駐在駐八的圍合部隊 在這次南蘇丹的衝突中盡袖手旁觀不願離開營去 最終釀成雙方陣營三百多人的死傷和數以千計的平民遭波及 該組織執行將職責聯合國有必要開城不公 認真檢討哪個環節出了錯以免這種事在發生 不是要幫解放軍說話 但這種在冷氣房裡噴乾話的高官哪國都有 因此外媒刻意放大解放軍臨陣脫逃的形象 但其實案情就沒有那麼單純 荷蘭退休少將Patrick-卡曼特是之前的聯合國軍事顧問 在事後針對此事件寫了檢討報告 歸咎於是維和部隊領導階層普遍缺乏應對經驗 而且各國單位齊聚一堂溝通時常不在同一個頻道上 導致你今天夾在兩軍中間被虐 確實報告中解放軍在無限電溝通裡面有多次在問說 幹他現在交戰手則到底是什麼 因為現況是總統和副總統的軍隊專門的兄弟戲場 然後你技術上來說是來維持和平的和士郎 所以你是要站在這位黑人還是那位尼哥那邊都尷尬 我手持的善良之槍現在是要打誰好 會不會波及平民等等都要考慮 而且維和部隊因為有拉狗和平使者的形象要顧 所以不會裝備有重型火力 防禦係數通常也不會點到最滿 解放軍更沒有自家的空軍後方火炮和坦克裝甲車來凱瑞一波 不過醫療當下的處置和後送機制這倒是可以檢討的 像是第二位陣亡的中國級士兵並不是當場KIA 而是拖到了隔天早上11點 至於RPG襲擊後已經整整過了16個小時 我們剛剛嘴過的聯合國鐵皮烏和總部只有出街的醫療設備 缺乏野戰醫院的手術台等等 解放軍委和部隊有多次請求要移駕傷患到15公里處的另一個要塞 因為那邊擁有較完整的醫療資源 但無武裝車隊的掩護下 血包的救護車開出去也是白白送死而已 執行人士透露如果第二位傷員有成功後送的話 確實是能活下來的 撤離崗位之後一小撮中國維和部隊 確實在最後有力挽狂瀾的反攻 要不然按首都淪陷的新聞應該隔天就上頭版了 他們失灰稍早無法帶走的軍品 同時也投資垂瀾瓦斯來為叛軍和平民直接拉開距離 只可惜沒有影像記錄這些英勇事蹟 但這些人最終確實守住了在平民保護區的9000餘人 這個意外插曲也大大影響了解放軍在當地的違和部隊行動準則 包含入夜後不出基地巡邏 如果真的要出門士兵只會從裝甲車上的射擊恐虧看 這點可能和他們深知如果真的中獎了 扣醫療兵到場的話可能比我玩遊戲還延遲 南蘇丹的解放軍兵力在隔年不減反增來到925人 截止2020年8月是違和部兵營已完成 長途巡邏51次 短途巡邏93次 以及300多趟的武裝介護任務 如果大家仔細去查 中國今年4月赴豬八的違和部兵營已經來到第10批囉 顯然那個涉及到的國家利益之打 不是 我是說黑人蓬蓬真的很愛中華文化 今天的故事越聽越有中國版的回音計畫 或逃離Bengazi的感覺 一樣都是給人感覺 面對的是他擦著只會燒輪胎的阿三軍 以為是快速的in and out 去去就回的簡單任務 結果意外趁你大意沒有閃 調成了困難模式 裝備不夠力 溝通出問題 才導致最終釀成一連串的悲劇 雖然不光彩 但我覺得實戰經驗對軍人來說真的不能少 從錯誤中學習 才能讓平常訓練看不到的盲點浮出水面嗎 也有點像是電影《紅衣行動》 內容派堪稱美軍特種部隊史上的頭號慘案 除了無限電出包之外 最重要的是連鞋子都不可靠 事後隊員有狂抱怨 鞋子的品質不知道在臭阿小 而且超容易翻船 相比我們台灣 儘管這次漢光標榜無劇本 但頂多也只能算是往正確的方向 邁進一小步 大家應該都同意的 和真正直接到你家門前的硬實令衝突的 相比還有一段距離 不希望這些血案類所換來的教訓 可能因為端不上檯面 而被速速守到沙發底下 假裝看不見 所以我也蠻好奇 對岸的彭彭有多少人知道 這場解放軍八年前難得的下海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一下 因為包頭換了四個早四個特別快 我們也十到五天一定會上十影片 所以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因為觸碰敏感的政治議題 好像今天這樣 影片可能遭人惡意間舉下 導致收益極極可危 加入頻道會員 可以獲得直播聊天紀錄 最近會有新極速上線齁 我在颱風天亂露出 還有仿效國外YouTube 撥開啟這集的批戰斗內平台啊 至今竟然已有600多位觀眾朋友 剛開店啊 可以下載APP來加入我們的群條 充滿著奇怪的就是 基本上價錢都是一個人一個月 一杯咖啡的斗內 讓我們離台灣最低積分薪資 再更近一點 還是已經到了 想說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禮拜留言 我們不一定會回覆 但我真的都會看 所以我們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請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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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